大家好,我叫陈青芳 今天开始我们高尔夫球场草频草疾病管理的第二奖 同班病 那么呢,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关于我们的系列讲座 或者关于我们的网站,请给我来信 我的邮箱是 青芳.chen at china gtn.org 同班病 那么在草坪上呢,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两到八厘米直径的小斑 这件小斑呢,在草坪逐渐衰肥病情严重的时候 逐步严重的时候呢,何必形成大的枯斑 并斑为袖色或者呢,从红色 叶片上的症状啊,作为红褐色的小斑点 同班病的疾病的三角关系 如果你不太清楚这个草坪脑疾病分析的三角 那么你们可以参见呢,我们的续润 也就是第一章 嗯,那么草坪草呢,这个同班病啊,有三个准备 保健是他的技术 他的技术呢,是区域检骨营 这是最常见于,该病最常见于检骨营草坪上 区域检骨营,细液检骨营的 嗯,他在温软湿润的气候条件下,以及酸性土壤中,土壤上特别容易发生 那么他的病源呢,嗯,Glerocerospora 首先我们来谈谈他的病源 那么病源体的存在呢,是草坪疾病不可或许的因素 嗯,同班病的病源呢,在显微境下呢,比较容易间变 因为该病源的,首先你看他的这个菌丝呢,它是弧形的,一般来不止 它是成这样的弧形 然后它的分身包子呢,较长 听起呢,有多个间隔,嗯,它的这种生殖方式,它的无性生殖方式部分呢,是通过发芽 也就是说,它这样的一间隔就一个一个的就分开 那么,由于这样的一种生无性生殖方式 所以可以,它在短时间里大量的繁殖包子 嗯,即便可以很快的蔓延 那么,环境,首先是温度 嗯,同班病一般在20到30摄氏的时候发生 所以它一般发生于呢,6月到8月之间 嗯,第二点呢,是淡肥的过度使用 嗯,第三呢,也就是突然酸减度片地 一般来说呢,低于6.5的,5.5的时候呢 疾病比较容易发生 另外一点呢,就是湿润的叶片 你看,这样叶片呢,它不仅仅说湿度很高 而是说它在叶面上呢,有自由水,有水珠的存在 虽然叶片是包子繁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因为在我们前面说,它繁殖通过包子,粗芽 首先我们来谈谈它记住 嗯,同班病呢,主要出现在碱蛊蚊的草坪上 那普通碱蛊蚊呢,是尤其的容易感染该病 同时我们也知道细叶碱蛊蚊 那么另外呢,狗芽跟结罗草这两种软剂型草坪呢 偶尔也会感染同班病,但它不是他们的主要问题 我们要注意 那么它的病源 嗯,该病源呢,一般的发病期呢 还是可以控制的 6月底到8月底呢,是农药喷尸的最佳时间 那么在市面上现在有多种 嗯,杀菌剂可以除去该病 嗯,我们知道这个,同班病呢,和B班病啊 他们针对他们的这个农药呢,其实很相似的 所以说如果你的草坪上呢 嗯,有B班病,你呢 你在处理B班病呢 嗯,这些农药同时呢,是可以同时作用的 那包括,戴森猛心啦,多菌磷啦,甲鸡脱骨菌等等 那么,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啊,就是说这个同班病和B班病啊,他们的发生条件不一样 同班病呢,一般在草坪过度施肥的时候呢,容易发生 但B班病呢,它就在草坪这个营养不良的时候呢,更加容易发生 环境 那么控制这个同班病发病的环境条件的因素,是我们主要的这个管理方式 首先呢,应该避免使用可农性的氮肥 而更多的呢,使用这个颗粒状的肥料,而不是液状的肥料 第二点呢,土壤的酸碱度 低于5.5的时候呢,我们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 来提高土壤的PH值 那么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直接的使用石灰石来提高土壤的酸碱度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注意 嗯,要量,要适度,而不要过度的使用石灰 第二点呢,是通过一种土壤使用啊 这种可以提高土壤酸碱度的肥料 而避免使用,会降低土壤酸碱度的安肥 这是一个比较慢的过程,但是呢,比较稳定 嗯,最后呢,是要去除液片的露水 因为其分身包子的散布呢,需要水的存在 所以肝脏的液面呢,即可降低肥料的迅速传播 那么常见的方式呢,是在清晨的时候 用水管脱过这个用很长的皮管呢 脱在地上,在地面上脱 嗯,这样呢,将那个露水打掉 那么打去露水呢,时间很关键 那么如果过时,那么露水已经在那里集中了很长时间 如果过早,那露水会重新生成 嗯,所以一般在太阳出来出现之前呢 打掉露水是最适合的 那么关于露水呢,以及土水,植物的土水 嗯,你可以参见我们网上的那篇文章 点击呢,这样的一个链接 你可以嗯,找到关于露水的解释 该讲座内容的预告 那么我们已经讲了,讲出了概论 今天呢,我们讲了同班币 下一节呢,我们讲出腐霉币 嗯,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呢 请来信与我联系 嗯,再次感谢你们收听我们的草评网络讲座 谢谢,下周再见